1 2 3 1 2 3 我的天哪 又打滑 我的妈呀 我的心愧没有开车过来 这是我们在尼泊尔的第六天 今天把房退了 要回国了 他们这边是先住宾馆 然后后面结账 他都不怕客人跑了 我们在这小店买点东西 然后明天回国了 完蛋了 完蛋了 前面有塌方 这段路上全部都是泥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哎呦 又打滑 我的妈呀 开慢一点 起慢一点 这个路看了没有 现在泥里面去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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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 它过不去了 完蛋了 这个泥起码有几公分呢 过去了 我的心愧没有开车过来 你看这个摩托车不敢开 停在那里了 好了 前面越陷阱了 动它动得动不了 然后抬 在后面来了个小伙给它抬起来 哎呦 这太受罪了 这生命鞋都不要了 鞋扔掉了 翻脚 鞋在这呢 抬起来 扣总在指挥 扣总在指挥 喂 我不想像鞋子 要不拿没铁锹用手发 没铁锹就干嘛 这个路稀烂 你看 这是碰在这走不了的 哦 有铁锹过来了 哦 有铁锹了 那有个尼布尔兄弟拿了个锹过来了 哎呦 刚才那个摩托车 兄弟把鞋子丢掉了 脱凉鞋扔掉了 啊 关脚 盖子不是走了 哈哈 啊 掐来了 哈喽哈喽 掐来了 下来了 那他怎么挂挡的呀 哎呦 脚关脚挂的呀 哈哈 笑死我了 就把鞋脱了就甩来了 哈哈哈 哎呦 我今天坐车给我吐的呀 肠子都给我吐出来了 我现在都还想吐 太难受了 那个路太弯了 然后司机是不是开得特别快 哦 人都给甩出去了 哎呦 四个大小伙子 搞不动一个摩托车 这个 人啊 这个车太重了 吸住了 还能踏不起来 这段路有那个 看到没有 米石流 山铁塌方 塌方了知道吧 一路上 一路上好多地方都塌方了 这段路就是 哎 叫什么 哦 这段路就是吉隆口岸 吉隆口岸 吉隆口岸 近尼古尔的这条路啊 因为最近雨雪多 所以说它方的地方特别多 所以说还是 估计大家不要开车过来吧 虽然说它能开车来 但是这个路胖 不太好 是不是 因为鱼加上一个雨季 如果不是雨季的话 还好一点 干嘛 哎 踩一踩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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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里面有石头 一脚一前一后在 对 脚一前一后在 再往里面推 这样推 这样推 好排起来 所以可以 走又晃 脚一阶 走又晃 走又晃 honorary的人 可总看不下去了 他要去把它们搞 你鞋脱了吗 我鞋肯定脱了呀 脱了 四个人 五个人一起抬 直接把那个抬起来了 裤脚 裤脚高高一点 裤子高高一点 泥很深 扣裤看不下去了 你管他谁来穿一下 去帮他抬一个 五个人抬应该好一点 警察都来了 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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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 往后 快 快 快 我都激动了 再抬一下 一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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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起来了 起来了 那轮子里面还卡了好多泥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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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推 一二推 有一点 一二推 一两个 一白 一三推 一三推 一对 一三推 我的天吓死了 好猛 还差多少公里 十公里 还差几公里就到吉隆口岸了 就因为这个路段 司机都不敢走 全部停在这 然后我这司机 干脆在车上睡觉了 看到没有 司机在睡觉了 那么等一天这路也走不了 是不是 又没人修 好烦哦 啊 挖头机来了 挖头机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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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这个轿车路已经修好了 他还过不来 他这个底盘矮了 知道吧 加上技术可能差了一点 前面跟他一样的两辆车都过去了 就是他这个车搞了好久 啊 过来了 过来了 过来 终于过来了 过来了 就可以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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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上来了 哎呦 哎呦呦呦呦呦 打滑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走了走了 我们走喽 这段路基本上路况都是这样的 你看这块是小雪蛙 全部都是那种坑跟洼洼的 而且他这个都是单向车的 如果说遇到两车会车的话 还必须要到那个会车点去会车 要不然的话这个路太窄了 你看下面是悬崖 一边是山体 路上还这么烂 你说怎么会车 这个悬崖高一点的地方 差不多有200米 悬崖下方有200米深 结果你怕不怕吧 我终于回到中国了 这下面有根线看到没有 这根线 这边就是尼泊尔 这边就是中国 哎呦累死我了命都搞定半条 他回来刚到那个海关嘛 吉隆口岸 就碰到四川熊大 我们之前就认识 他也是一名自媒体博主 他是去年就去过了 去年他骑摩托车去的 然后在那边被就是骑摩托车摔了 摔了很惨 然后今年的话 他我在海关遇到他的时候 他是把车开进去了 我就跟他说说前面的路况人他不要去 怎么说他他他觉得他自己去年去过对路况熟悉 然后很有信心 还是坚持去了 结果我是前天回来了知道啊 昨天 昨天他他就给我发信息了 看一秒 看一看他说什么啊 我这次对了在走到这里最烂的时候 那个车烂在路上了 车烂在路上了 现在走一走不动 现在走一走不动 你看他这个轮胎 轮胎就是往外撇了 看到没有轮子往外撇 你看地上这个泥 这下要花不少钱 看到看到他在说什么 转文字 现在他们在帮他找救援 然后付费用 然后叫工程车 然后很恼火 然后昨天到新 昨天都一直还没出来 车子在那边 然后我今天刚才给他发了个信息 我把车子搞出来没有 还没回复 当地就是当地尼泊尔人 他们在那条路啊 就是开车已经开习惯了 那技术念的是杆杆的 而且他们当地的车底盘的普遍非常高 真的你没有过硬的技术 或者说你的车底盘不高 真的就别开车去了 而且的话你坐车去 哎呀 那个路颠的 真的是吐的 真的不行啊 太难受了 路况太太太造型了 就因为正好是雨季知道吧 如果不是雨季 路面坑洼洼的 他能过也能过 刚刚熊大回信息了 他那个车子 然后拖车已经拖出来了 拖车没花多少钱 就是现在车子坏了 很多地方不知道是哪些地方坏了 然后配件还要回国买 麻烦得很 谢谢大家